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偏方小白科》,我是Ken 今集都是应网友要求,想我讲这个题就是生蛇 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如果你想吃点西药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订阅点赞,订阅点赞,分享给身边有生蛇的朋友 我们先讲讲什么是生蛇 生蛇是一个带状抛诊病毒 其实它是跟水痘病毒一模一样 即是说,如果你小时候生过水痘 有很大机会生蛇 在美国来计算,美国平均一千人里面有三个人会生蛇 现象是这样的 当你大过了,你生蛇 生蛇是会传染给人的 当其他人免疫力低的时候 譬如你生蛇的位置 你狠狠到它,它有机会 它就不是变成蛇 就看看那个人 他本身有没有出过水痘 如果他没有出水痘,他有机会出水痘 但如果他是 出过水痘,他又有机会狠狠到你生蛇的地方 他有机会生蛇 所以如果那段时间你生蛇 或者家里有人生蛇 你就尽量要分开毛巾 洗衣服,全部要分开洗衣机洗 这样就最稳妥 生蛇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带脏抛疹 它在皮肤里出现一片水痘 通常都是围住身躯 要么是左边身躯 要么是右边身躯 要么是一条大狠 生蛇的症状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是很痛的 因为生蛇的地方 很多时候是靠着神经线 所以你一生蛇 就一定是非常痛的 大部分的情况都很痛很痛 好了,原来是这样的 刚才我说过 如果你小时候出过水痘 很多时候水痘的病毒 会隐藏在神经线里面 但它不会发出来 它好像睡眠状态 睡眠模式 但到你大了,慢慢大了 它一直都不出来 但到你有一天 免疫力很差很差 免疫力很低的时候 它那个包疹病毒 就会复发 然后你就会生蛇 中间的过程 没有人完全解释到 为什么会躲在神经线里面 幽眠了这么多年 然后大了 大家都知道 认同一件事 就是 当一个人免疫力很低 以及你以前生过水痘 你有机会生蛇的机会比较高 好,有什么会令你生蛇的机会比较高呢? 就是有几样的 第一就是你用一些癌症的药物 因为癌症的药物大部分都会压扁你的免疫力 烤喘药也是一样会的 另外就是免疫系统的药物 例如你吃一些熊斑狼瘡 医熊斑狼瘡的药等等 医治免疫系统疾病的药物 按扁免疫系统 它很容易生蛇 如果你以前有水痘 但不是一定 你出过水痘才生蛇 只不过是机会高 你完全没有出过水痘 你也有机会生蛇 另外就是压力太大 好了 后面这两个我要重点讲一点 一个就是过度运动 过度运动是什么呢? 我想现在很流行的 早两三四年 非常流行 就是人们跑马拉松 要么是常常跑马拉松 要么是玩24小时的 跑山比赛 我已经知道很多朋友 玩完马拉松 或铁人24 很多时候 不是大感冒 就生蛇 为什么呢? 其实我想趁机会在这里讲一讲 做运动是应该的 但人体的设计 就不是给大家这样玩的 尤其是跑马拉松 跑全马那些 一跑20k 或者40k 就不要搞这些 因为人体不是给你这样跑的 短暂跑是可以的 有训练是可以的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发觉 如果你跑全马那些人 跑完之后 你真的要恋回毛巾 一跑完之后 就算你有多强壮也好 你跑开的人就知道了 一跑完20k 30k 就要恋回毛巾 因为很容易冷 为什么会很容易冷 正常不会冷 对外部冷气也不会冷 但是为什么跑完马拉松 那一刻就要铺毛巾 热热也要恋回毛巾 就是因为那一刻 把人的所有能量 发光出来 其实那一刻是很虚弱的 有些人 我认识有几个朋友 不是一个 是跑完之后就生蛇 是痛到死去活来的 因为免疫力突然跌得太厉害 还有很多人跑完全马之后感冒 大家如果不相信 就留意一下 大部分过度运动的人 都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过度运动 就是代表不是健康的 这件事 不是为了健康 绝对不健康 因为过度运动 很多时候 尤其是跑全马的人 跑马拉松 不是全马 跑马拉松的人 你什么时候知道身体不行 就是你死那一刻就知道了 因为身体到不行那一刻 是没有什么信息 它不会慢慢慢慢暈的 通常人们暈是什么时候暈呢 跑完整个马拉松 然后你冲过了终点 那一万下来就立刻暈 就是所有能力 就是撞墙的现象 这个现象很多时候都会发生 为什么人们会突然进医院呢 就是因为那一刻 一停那一刻 停得太快 其实又不跟停得太快 而是本身的能量输出得太尽 当你停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能量 所以跑马拉松我一直都不建议 所以如果大家有跑马拉松 就不要玩得太尽 短短地跑一下半马 就OK的 如果你有练开 没有练开也不OK的 当然一定要去玩就没办法 但如果不是玩开 其实我建议大家急步行 换步跑是OK的 但不要跑太长 不要跑太长 因为量力而为 另外最后一件事 就是农药 原来 为什么 早十多二十年前 生蛇比例 是一千人里面有两个 美国 但到近十年 一千人里面有三个 原来有一份文章说 是跟农药的大量使用有关系 好了 如果你是怕自己吸收太多农药 因为我有几集说 特别是排毒的 大家可以看我说排毒的几集 但偶尚做一下 如果你说我现在很健康 我又没有生蛇 但我又怕自己会生蛇 因为以前出过水斗 偶尚想排毒农药 我会放在这段影片下面 大家可以听 但如果你真的已经生蛇 那有什么可以做呢 第一样 就是浦罪堂 Beta-Glucan Beta-Glucan 就是平民版的灵智 当然 灵智真的好一点 因为始终是很天然的物质 但不好处就是它比较贵 平民版就是Beta-Glucan 我记得价钱很便宜 在二三百元以内 或者百多元也不奇怪 我忘了价钱 浦罪堂是便宜的 但它也有大部分灵智的功效 它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 是瞬间提升的 因为有时有些人 有癌症 都要用其中一样的 营养补充品都要用到浦罪堂 如果你生蛇 就要用Beta-Glucan 另一种叫Herb-East 这种是草盆 它有什么成份呢 其中有几种成份 就是生蛇非常需要的 一种成份是Alri-Cin 另一种是维他命C 和橄榄叶精华 这一瓶里面都有了 这一瓶Herb-East的好处是 它各样都有 但它的成份不是很高 尤其是维他命C和星 就不是很高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生蛇 你就要补充额外 再补充多生蛇 如果真的出生蛇 一天可以补充到100mg也没问题 当然你不是长用 但是你短期用 因为生蛇通常是 大概去到两个星期至四个星期不等 尽量务求 如果你用这一类型的补充剂 尽量令它的时间缩短 和你的痛苦减少 星最主要是帮助你 提升你的免疫力 和抗细菌病毒 你可以一天用到100mg也没问题 接着维他命C 你用一天1000mg 你可以用一天2-3个 都是去到3000mg 都是没问题 如果短期用 可以的 如果你正在爆发生蛇 你就用这些方法 它是可以帮助你快点好 让你生蛇的感觉不太痛 另外维他命D 也可以帮你提升免疫力 好了 我刚才说的所有东西 可以在缩短幕 左手边有个叫 更多 按下去就会看到购买连结 如果你是用手机看的话 右手边有个向下箭嘴 你按下去也会看到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可以打完这个折扣码 ZFN572 全张单都会多5%折扣 好了 这集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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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一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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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